玩家是心情分享 回到这部高兴的视频公间 那么今天带大家来引听一款Budcon 2012年的Metal Hawk 汉克 汉克 赢者战士时期汽车人一派的首领 作为领袖级的角色 他的玩具是日版独占的 也是属于G1大后期的神物了 而2012年Budcon推出的这款年会限定的 汉克在当时受到了很多的争议 但我一直觉得它是一款特别有味道的玩具 今天咱们就来一起欣赏一下这款老物的魅力所在 飞行器状态下的汉克 这色彩调配的是真棒 摇摇晃晃一体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尺寸方面和官方D级别的玩具是同样的大小 因为这款玩具它本身的模具 就是D级别的雷翼和黑影 其实这款飞机应该是没有现实当中的机型的后半部分 特别垂直尾翼有点像F22 但如果加上主机的形状再配合前部的小压翼 就有点科幻风了 架子枪盖是使用了红色透明件 手感也是特别圆润了 机头包括红色压翼这个部件是能整个取下来的 去掉之后从底部来看这个形状就是比较空洞了 但它的存在也可以想象成G1老玩具 小机型变成飞机的一个直径 继续旋转这款飞机的造型真的是特别的霸气 如果能在大一号做成V级那就再耗不过了 搭载的武器是有弹射机关的 有一个复古的元素 而且主机是能向两侧拉开 拉开之后这个形状就更加诡异 更加科幻了 机体背部各种细节纹路的刻画也是丝毫不马虎 翻转到底盘来观察就更多机型的部件了 不过这一点我倒是丝毫不介意 我甚至把这个拳头硬性翻到一个外露机器人手型的位置 使它有更多复古的味道 变形结构非常的经典 这么多年的老物件了 相信大家对它结构并不会感到陌生 那么首先是把武器取下来 当然在变形整个过程中 这武器放在主机上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说到这个世界杯 我看了一下赔率 目前赔率最高的就是韩国了 一比四千 就是你投一块钱 如果韩国得冠军的话 可以得到四千块呢 我就是非常看好南朝鲜 之前说我喜欢德国 差点一口毒奶把人给毒死 好了 现在我就看好南朝鲜了 这支球队踢得非常有韧性 从来不犯规 一点都不脏 了不起 好了 说话间 这下盘也拉出来了 胸罩往下按 最精彩的地方留在最后 头雕的外楼 有没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呢 好了 到这儿 咱们的汉克也就完成了从飞机到人形的变化 人形状态下的汉克身材不高 但是挺有架势的 但是这个煎炮可以向两边再掰一下 摇晃起来 大腿根部是球关 但是一体性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 说起这个玩具 它的精华就在于头雕和胸甲了 这头雕完全是有机化的一个人脸 胸口的刻画也是特别经典的一个造型了 配色和头雕的改变 使这款玩具与雷翼和黑影有着极高的辨识度 从各个角度来观察 这个身材比例还是不错的 后面大翅膀仿佛是人形状态下的一个披风 即使从侧面看起来 这个背包也不会显得过于累赘 整体的结构是比较紧实饱满的 那么从背后来看 这个主机就没有正面那么美观了 有一些空洞位 当然上面最大的两个凹陷 是用来安插武器的 头雕只能平转 而且始终是保持向下看的一个造型 进步的结构造成的 那么肩炮是可以移动的 手臂前后的摆动平举 外摆内收 屈肘也是超过90度 手腕有一个旋转了 侧面有一个巨大的裙甲 带着根部向前 向后比较局限 侧摆OK 外摆内收 屈膝也是超过90度了 那么这个脚板 其实它有着一定的接地性 但是可以看到左右摆动的空间非常小 因为小腿上有一个向下延伸的装甲 武器的刻画很精致 两边两枚导弹 而且导弹可以和C型扣的结构进行互动 翻转过来有点像小潜艇 而两个凸起和另外一个武器上面的凹陷 有一个对应的结合 组成一把大枪 握持在手里 这个就更有气势的 做一个双手握枪的姿势 是很容易的 把另外一只手套在那个凸起 或者是直接摆在那 都是很帅的 虽然我觉得这款汉克的尺寸可以做得更大一些 但不可否认经典地级别的尺寸 是最适合把玩的 虽然12年爆炕的主题有些混乱 但还是出了不少精品 这款汉克就是其中之一 有机化的人脸 加上引着战士风格浓重的外壳涂装 这款年会限定 明显是奔着老G1死中去的 没有画哨的机关 就是在经典萌具上点缀复古元素 可以说这些元素与萌具之间起了很好的化学反应 最后的结果就是一款无限怀旧 同时又极具特色的个性产物 我曾经希望Buckham会推出更多风格近似的 现代化引着战士 但现在看来 这款汉克既是巅峰 也是绝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